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五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 随后分析大盘指数和热门股票 传奇投资人 Jeremy格雷瑟姆警告称 人工智能泡沫或将破裂 泡沫警告 传奇投资人Jeremy格雷厄姆再次发出警告 称市场对人工智能的炒作 已经形成了一个经典的泡沫 这与历史上其他泡沫的轨迹相似 他预计随着泡沫的膨胀 美国股市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泡沫破裂的后果 他指出 一旦人工智能股票的泡沫破裂 损失将会非常巨大 他认为 人工智能与其他曾经摧毁美国股市的科技狂热 并没有本质区别 他强调 新想法和新发明的伟大程度 与市场的高估程度成正比 这并非偶然现象 历史类比 他将人工智能热潮与互联网泡沫时代 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铁路和电气化热潮进行了类比 他认为 这些科技狂热都曾经导致美国股市出现巨大泡沫 而人工智能也不例外 他预计 这一次也会经历短期过渡 中期崩溃 然后长期改变世界的阶段 个人经历与预测 他作为研究金融市场泡沫的专家 曾成功预测过多次市场泡沫 他目前并没有预测股市 具体可能下跌多少 或崩盘可能在何时发生 但他警告说 美股价格已经高得离谱 可能会陷入困境 其他市场评论人士的警告 除了他之外 其他市场评论人士 也对人工智能向投资者发出了警告 他们指出 科技行业的估值很高 企业的巨额支出几乎不清楚 何时可能产生回报 其中 戴维·罗森伯格和约翰·胡斯曼 等知名经济学家和基金经理 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市场指标显示风险 一些市场指标也显示 当前市场存在较高风险 例如市盈率处于历史高位 家庭持股比例较高等指标 都表明市场可能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这些指标与格雷厄姆等人的警告相呼应 提醒投资者要谨慎对待当前的市场环境 七巨头全线大跌背后 财报虽好 但市场期待更高 整体市场情况 周四 美股市场遭遇重创 科技股 芯片股 AI概念股 集体下跌 纳指收跌2.76% 创下近两个月最大跌幅 10月整体下跌0.52% 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上涨趋势 七巨头的表现 七巨头全线大跌 包括Meta 微软 英伟达 谷歌 特斯拉 苹果和亚马逊 其中微软收跌6% 创下两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亚马逊收跌3%左右 财报表现与市场期待 巨头们的财报 从营收和利润来看都非常出色 但给出的业绩指引并不能满足市场 谷歌财报云收入增速超预期 一度缓解投资者AI焦虑 微软和Meta财报整体业绩良好 但微软对第四季度的AI收入和支出指引 让投资者担忧 Meta旗下元宇宙和AI业务亏损加剧 但公司表示 将继续在AI上投入大量资金 市场分析与展望 分析认为 七巨头大跌并非因为财报不好 而是业绩指引未能达到市场期待 考虑到目前的价格和估值水平 市场对科技公司的期待更高 希望看到更强劲的增长和回报 一位投资策略师表示 考虑到风险因素 大型科技股的回调将继续 AI投入与市场担忧 微软和Meta在AI领域的投入加大 但市场对AI投入过多 回报太少的担忧加剧 投资者担心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投入的增加 科技公司可能面临 更大的盈利压力和风险 超微电脑市值跌破标普500门槛 面临摘牌风险 市值跌破门槛与股价暴跌 超微电脑 一家主要为AI数据中心 销售高性能服务器的公司 其市值已跌破标普500指数 市值门槛 目前市值约为160亿美元 由于公司治理 与道德诚信遭质疑 以及年报迟迟未能提交 超微电脑股价 在周四延续暴跌态势 继周三暴跌33%之后 又一度跌于15% 两日股价接近腰斩至29美元 审计师辞任与摘牌风险 安勇会计师事务所 对超微电脑在诚信和道德方面的承诺 提出了质疑 并已于10月24日辞去了该公司的审计工作 天峰国际的分析师郭明奇指出 审计会计辞任是很严重的事 超微电脑面临停牌或退市的最坏结果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年报提交延迟与合规挑战 超微电脑由于8月遭受做空机构 Hinderberg的狙击 至今仍未能如期提交 截至6月30日的10K年报 按照纳斯达克交易所的规定 超微电脑必须要在11月16日之前 重新提交年报或恢复合规计划 以获得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合规性 瑞惠分析师和Widebush机构均表示 超微电脑面临更高的退市风险 且聘请新的审计师也存在潜在挑战 昔日AI腰股的光辉与现状 超微电脑曾在2024年初迎来股价大爆发 至3月9日股价达到1229美元每股 创下历史新高 以12个月为基准 超微电脑的股价涨幅达到惊人的1300% 此后公司已被成功纳入标普500指数 然而投资者的狂热终止于周三的一份文件 该文件揭示了安永对超微电脑诚信和道德方面的质疑 未来展望与可能性 郭明奇补充称 考虑到超微电脑拥有不错的AI服务器设计制造能力 或许会看到超微电脑高层和董事会大换血 不排除被其他企业并购的可能 超微电脑计划在11月5日盘后发布2025财年第一财季的业绩报告 这将为市场提供关于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和业绩表现的更多信息 综上所述 超微电脑目前正面临市值跌破标普500门槛 股价暴跌 审计师辞任 年报提交延迟 以及更高的退市风险等挑战 未来 超微电脑需要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并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以恢复市场信心并稳定股价 今天我们留下两个字 泡沫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今天应该是大非农数据发布日 所以今天盘前到数据发布这段时间呢 市场表现比较低迷 就是不愿意选择方向 同时呢 我们要注意今天发布数据后 到美股开盘前的剧烈波动 以及整个美股交易时段的选择问题 当然今天一天呢 也并不能决定啊 一定会恢复到强势的牛市 或者是一定会大暴跌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数据会是怎么样 对吧 那即便知道数据之后呢 我们在技术面上 今天也是变幻莫测的一天 那么咱们先不考虑这个数据面的话 我们看纳指日线图 K线是什么感觉 就是说这一波上涨呢 变得越来越平缓 表明多头趋势变弱了 在昨天呢 强势跌破了这根紫色趋势线 那今天呢 在技术面上 有可能反弹测试一下 这根紫色的上涨趋势线 如果测试之后 不能收住 也就是说 这根K线具有长长的上影线 表明技术面的交易者认为 这是做空的架构 那么多头呢 也应该 在下午盘 或者是 下周一继续减仓 或者是做空 对吧 至于这波回撤到底跌到哪 不知道 也许只有一日游呢 也许可以再跌一点 也许跌得更深呢 是吧 所以我们啊 如果看纯技术面的话 你是猜不透 它跌到哪里的 是吧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就要画趋势线了 把黄色的小下周一继续线 暂时先画好 那即便是今天给出阳线 我们爬后呢 还要再重新评估 怎么做的问题 因为即便是给出阳线 那它还是无需振荡行情 也不值得去过于的 对吧 期望它回复到大牛市 那如果今天给出的是 具有长上影线的K线 表明技术面的交易者 包括今天数据面的交易者 都预期这是一个卖出信号 或者是做空信号 是吧 那么下周一呢 应该以做空为主 那如果今天是阳线呢 还是不是太稳妥 为什么 还得看下周一的表现 对吧 所以我下周一连续的收阳线 我们说它有可能维持一个 偏乐观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在这里横盘震荡行情了 对吧 所以说今天和周一周二的表现 这两到三个交易日 将决定美股可能怎么走的问题 但是越拖越不知道怎么走来 是的 市场有一种情况 就是横盘无需震荡 因为还有个大选还没出来的 大选结果也对市场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呢 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吧 到大选落地 前后啊 都有可能不清楚市场会怎么走 那技术面的交易者 也不一定说一定会暴跌 我说清楚了啊 这个市场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 到大选结果落地 包括后边落地一到两个交易日 都有可能是一个震荡期啊 那一种比较悲观的情形 直接往下砸了 但就不是要震荡了 直接就确定空头了啊 这种情况呢 发生的概率肯定是有的 但比较中性或者是乐观一点 就是在这里继续震荡 但是昨天的K线确实在技术面上 发出卖出的指令了啊 或者是减仓就可以啊 但我们说啊 市场的数据面和大选啊 这个结果都不确定啊 所以这个位置呢 随便啊 他怎么走都行 那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哎 这个问题最重要 我们的黄色趋势线被跌破 才是最终的彻底离场点 我这个跌破呢 指的是有效跌破 跌破完反弹测试 再往下确认是彻底的离场点 是吧 说那不就晚了吗 不 当前昨天给出了第一个卖点啊 那么下一个黄线趋势线 是一个中长线交易者的最终的卖点 对吧 这两个卖点都可以 比如说第一次减仓是在这啊 第二次彻底离场 是吧 好 这是两个卖点啊 因为长线交易者还在场 那样啊 还没有彻底离场 因为市场也可以走这种横盘震荡行情 是吧 或者说在这个黄线上方就直接继续震荡 继续震荡 那届时我们肯定会画一个大的框框啊 哎 他就在这儿站了 那跌破框我们再进一步迈出 对吧 现在这框呢 先拿一边去啊 现在还不是框 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强健牛市啊 有人想到这种情况 那就有可能发生 但现在你看这可以现在 像是要发生吧 所以接下来 今天周一 这两个K线的表现至关重要啊 如果都是大阳线 那恭喜大家 还要再走牛市 注意 连着两个大阳线啊 必须得是特别利好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会连着两个大阳线 极为乐观是把高点突破上去 就乐观了 对吧 所以近期的走势呢 是变幻莫测啊 不要有过强烈的预期啊 因为在市场看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短线无需震荡啊 无需震荡 我们把框在画上吧 有时候呢 无需震荡的时候呢 趋势线呢 可能暂时的失效哈 它可能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点 和一个小低点之间进行无需震荡啊 没准就又止跌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说了哈 近期的预期 就是没有预期才是正确的预期 不要太看强空的啊 道指这个回撤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波段 那接下来看止跌架构就可以了 等待 罗素呢 是无需震荡 跌破下来了 对 继续等待 一波下跌啊 我们把趋势线调到这里 是吧 嗯 呃 标普也是哈 标普摸到了支撑区 估计今天会有所反弹啊 会不会迟下跌呢 还不清楚啊 不过呢 看到这根阴线之后呢 市场至少是一个窄幅横盘震荡 一般情况下会 看到大阴线会往下再 瞪一下啊 往下再 有一惯性再往下砸一下 对吧 因为阴线过强的话 就类似于这种走势了 再往下砸一下会好一点 因为多头不敢贸然的进场 那多头没有构成支撑的话 市场回去一步 由于惯性再走一波 那如果那一波太强势的话 那就跌回这个黄线趋势线了 就走一个中等回撤了 好 不要完全相信盘前的表现啊 因为还得变嘛 开盘之后还得变 我们来看一些热闻的标的 超微电脑啊 他这个电脑 他这个电脑 他这个图表呢 最高涨到了这么多啊 122.9啊 应该是拆过股的 一拆十啊 这个分析师呢 应该按照最新的价格来写啊 不管怎么说呢 现在已经跌破了更高更低的位置 跌到了78%的一个位置啊 跌到了80%左右的一个位置 对吧 可见啊 市场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吧 不管是哪家公司啊 那是不是AI泡沫呢 那对这个股来说 就是AI泡沫的 对吧 跌了80% 你说哎 跌80%怎么这么小啊 那是因为K线图有 这个这个这个障眼法啊 所以你必须得用工具 自己去亲自测一下 不要看这个啊 因为我这是等比坐标系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用工具来测一测回撤 不要觉得浅啊 真的不要觉得 因为人的主观判断的 往往都是错的 错的概率很高啊 普通人啊 我们普通人 没有那么高深的能力啊 必须得借助工具去测量 那么接下来能猜底吗 答案是不能 我们看到空头的缺口非常强 这里就开始有缺口 缺口了啊 对吧 这又有根缺口 缺口都没补上 又横盘了 又往下跌 确认了 对吧 大阴线咋了 这是又横盘反反转 哎 突然就来一个大事啊 会计师或者审计师要辞任了 不管了 大缺口 比如说这衰竭缺口吧 那你事后看 这还是衰竭缺口吗 对吧 所以缺口呢 分那么多类也没什么用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顺势缺口 顺势下跌的缺口 不要猜什么时候衰竭 我们的底部 唯一的底部就是下跌圈的右侧 止跌架构 是吧 左边的都没有什么衰竭不衰竭 那都是事后才判断出来 那是衰竭的 在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大阴线 往下拔的 对吧 没有什么衰竭不衰竭 当你看到一根巨大的阴线的时候 你也不要猜它是反转的 下跌高潮 那都没准的事 对不对 很多概念都可以抛掉脑后 只相信趋势线 不要相信反转的判断 那个衰竭缺口 那个下跌高潮 你不就是猜反转的吗 下跌过程中 你不就是猜底的吗 我们告诉你了 这些概念都是让你猜逆势的 你不要猜了 记住我这句话 价值万斤啊 不要相信那些理论了 都是让你猜逆势的 对不 猜不透 当然有时候能猜透 但有时候猜不透 相当于整体还是猜不透 那么半导体行业整体 反倒盘前有点微涨啊 所以半导体行业 面临着最关键位置的考验啊 这个位置能不能指低 对吧 我们要看 今天呢 又是大分钟日 所以这个复杂了 这个优步呢 我们之前说 卖吧 哎 跌下来了 把下跌出现画好 不要觉得涨完了就不会低啊 我们有一个理论是什么来着 它可以直勾勾的上涨 它可以反向直勾勾的下跌 这些理论都是经验啊 很多人只有利润回吐了 或者产生亏损了 才想起这些规律 好 ARM这个图呢 也要看这里能不能指低了 所以半导体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微软昨天暴跌 那表明市场不再愿意走强牛市 大家应该适当减仓啊 它乐观情形就是刚才提到的 震荡行情 英伟达盘前有所上涨 哎 所以我们说半导体行业整体都在趋势线附近 各在各自的趋势线附近的多啊 如果这些龙腿股在接下来两个交易日选择了向下破位 大阴线在来收不起来 表明新的一波中导幅度的回撤 正在进行中啊 那我们的第一卖点已经出现了在昨天 是吧 昨天盘前就已经提醒过了 不妙啊 大家要看情况要捡一点仓了啊 包括这些图 那如果下周一收盘还是大阴线啊 最好是今天是阳线 周一是大阳线 这就恢复了是吧 如果真的是今天是反弹一下又砸下来 周一又确定向下跌 一根大阴线 那就是还要跌啊 那跌破黄线就是下一个卖点 减仓位 不要信仰长直啊 什么样的图都有 什么意思 悲观的图也可能会发生 时刻要提防着 MU这个图也是哈 那如果今天再跌 就表明这已经是无序认荡了哈 MITA也是哈 跌破下来 接下来就看黄色趋势线对市场的支撑了 对吧 和我们的那个纳指的节奏基本一致 都距离长线趋势线有所距离啊 所以还需要几个交易者去砸破 中长线交易者的底线 英特尔受到财报影响 跳空高开 但并不意味着今天一定会收涨哦 参考谷歌财报发布后 当天次日的一个表现 拉高之后直接抛盘啊 这种情况概率高 亚马逊盘前又做上涨 不过呢 应该还是无序认荡吧 概率高一点 或者是像谷歌那样 跳空高开随后往下砸 不知道啊 咱们也得看收线的一个情况 你看谷歌这个 是吧 跳空高开直接往下砸 就是卖点 苹果肯定是出现了卖点啊 对吧 新的一本回撤正在进行中哈 所以说对纳指的表现 不要过于乐观 有一些其他的图表 我们的paypal呢 应该是有所小幅的下挫 但是有点指低 如果今天还是阴线呢 表明新的一本回撤正在进行中 多头应该减持 同时呢 画好新的下距离线 如果今天收出大阳线呢 理论上是做多的k线啊 收出阴线还是阳线 大家自己在临界卫视判断哈 好 我们看一下BRK的BRK还在震荡啊 表面市场不愿意走下一波波的 还在洗盘 行吧 好 欢迎大家啊 去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每个交易日都要更新一期牛股分析哈 昨天的前天的大家都可以去看 高阶的会员呢 可以看更多的视野的视频 啊 还有环节股指分析每周三有一期啊 大家可以看